我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对函数部分 假如还不太够 就是说有点意有 意有为 因为我们这一期的话 只有大概五个类 而且都比较属于基本的函数 那这本书 我觉得如果当然可以的话 你可以把它买来参考一下 这本书的话 我是把它目录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它这本书有468个范例 它把它分成更细 总共有九个九大类的函数 我们好像只有数学逻辑文字 那统计我是把它放跟数学在一起 日期与时间 查阅与参照 其实就是检视与参照 就是我们用了蛮多那个V2函数 这一类 那它还有多什么资讯财务聚集 那这里面的话 它有468个范例 那如果你可以把这些范例 也通通做完 我想你大概应该功力已经大增了 我这个可能是在进阶的部分 我会稍微提一下 然后其他的话 还有像入门的范例题 也许这个是其他 有些是同学问的问题 那我会把它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另外还有进阶的部分 进阶的部分的话 当然有很多牵涉到可能更困难的 像之前的那个捐款明信 还有像从网路上去抓资料 比如雅虎股市里面怎么去抓资料 还有什么批字转PDF 还有那个切割 那个是有试算表里面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里面有一些细部的资料 怎么把它切割出来 也许再把它做成一个图表 表当影资料库 还有实价登录 也就是网路上有实价登录资料 那个开放资料怎么再去做后续的处理等等 有这些甚至最近我整理了一些像什么 自动批示汇入图片 比如说像之前有同学是大量的图片 他要把它放在esail里面 以前是插入图片从档案 插入图片从一直做 可能他一百张 他做一百次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一次就做完 当然可以了 后来写了一个这个范例 就是按下去 他自动全部把图呢 一次性的全部都放在esail里面 但是你要注意他的高度 所以每一个图的高度 你可能要先有一个预估 放进来刚好他的高度 就会刚刚好中间留一个小小的空间 另外最近还有那个 讲到有关那个 如何从网路上抓资料 那有些资料可能抓不下来 后来我就用什么IE浏览器的物件 来把它做一个下载 这个可能难度又更高 这个难度几乎破表了 OK因为里面的话 很多东西要引用一些外部的物件 那诸如此类的 这些有关相关的范例 我想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下载下来玩玩看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我们的内部的一个 预估的就是我们安排的一个 第一个这个有关大型四串表 这个范例 那总共呢 各位可以看到下方 也一样会有这些工作表 那我们一个一个个别来看 首先第一个呢 我如果说就是这把表 这个前面有做过 不过呢 我们前面是用函数的方法 用column跟raw把它做出来 向右向下做出来 不过呢 假如我不要用函数 我要用公式 那公式的部分的话 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是上 蓝的部分 也就是上面的 上面这个乘上 左边这一个 那假如说 我希望做出来类似像这样 等于什么 上面这一个 end 然后串接一个什么 串接一个x end什么呢 再串左边这个 然后呢 再end一个等号 因为我希望呢 1乘1 等于最后两个相乘的结果 那两个相乘的结果 我把这两个相乘 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贴到后面 把这个endend 中间这个 把它改成乘号就可以了 好 那假如说 我今天按一个打勾 做出来类似像 把它置中好了 那我今天希望向下 向右 只要做一次哦 OK 有什么方式 可以把它一次就做对 但现在当然向下不OK 那特别要注意一点 就是说 那我要能够向下 并且向右 那这个地方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你蓝列的锁定问题 比如说他这个有蓝有列啊 这边有蓝有列 那问题就是说 我该什么时候锁蓝 什么时候锁列 因为以往 如果你 那有些同学习惯 就直接按F4 按F4的话呢 当然两个都锁了 不过 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基本上 如果你按F4的话 它变成 当然你如果打勾了 如果打勾之后 那这边也要 就B1也要F4 你如果打勾之后向下 应该可以满足我们要的 可是问题来了 你向右应该就不OK了 为什么 因为向右之后的话 B1又固定了 然后呢 可是你向右呢 有些蓝 它又变动了 所以最后的结果 你会发现哦 不对啊 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是 应该都一直是A蓝才对 上面应该都一直是A蓝才对 可是你会发现哦 你这个地方会变成B 这个地方会变成C 所以你势必要把它锁起来 那蓝列的锁定有个技巧了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今天的标题列 在第一列 标题蓝在第一蓝的话 其实有一个习惯性 就是说我如果说 第一列 要就是说我的标题蓝 那我就锁 特别注意哦 我就锁住的是 B1我就锁那个 E的部分 因为我的标题列 将来引用的都是在第一列 所以我把第一列给固定住 但是特别注意呢 将来我向右填满的时候 B蓝 我应该还要变成C蓝 因为将来会引用到这个 所以B、C 这个都要变动 所以特别注意哦 所以呢 B1的部分呢 请注意哦 你只要锁E就可以了 锁第一列 那蓝的话呢 记得哦 就是要锁那个 A的部分就可以 因为我将来啊 向右的时候一定固定 都一定要是A蓝 可是我向下的时候的话呢 那我还是要增加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的A蓝 请注意哦 你就锁的时候 不要按F4啦 你就自己把A的前面 加一个Dolls的符号 OK 好 那这个是一个原理原则 所以以后哦 只要看到大型四串表 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看它标题列在哪一列 第一列 在哪一蓝 那我如果有这个概念之后的话 我就把它的列跟它的蓝 分别把它锁起来 这样原理原则其实很好记啦 以后的话 无论说哪一种四串表 你通通都可以 套用这样的逻辑 套用好这个逻辑之后的话呢 就可以怎么样呢 打勾 这个时候你向下 应该没问题 向右会不会有问题吗 放开 没有问题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原理原则 那我的习惯是只要记 它的标题列在哪一列 标题蓝在哪一蓝 所以后面有个定存 其实也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第三列跟A蓝 所以你把公式做出来 你记得三列跟A蓝锁起来 其他不要说 向下向右 做一次就搞定了 那无论哪一种四串表 只要是大型四串表 通通都适用 OK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再来因为那个 函数部分前面有做过 Column跟Raw 做出来长得像这样子 应该还记得 所以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 再来的话就是 九九乘法表 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你把公式的复制过来好了 我用这个复制好了 这个删掉 好 这个删掉 这边一样改成VBA好了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 假如说我今天 希望把刚刚这个地方的公式 那我不要用那个 就公式了 我要用VBA 也许这一块 填一个底色 填一个颜色好了 再加一个框线 OK 这个区块 请你帮我把这个区块 旁边加个按钮 按下去 自动呢 帮我把这个结果给填上去 它会自动帮我把 刚刚这个公式 一样的结果 可是我今天需要的是一个按钮 好 那下面也可以有一个清除 这要怎么做呢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函数因为前面讲过了 所以请各位回头参考前面的东西 如果忘记的话 请观看 应该是第几次的影片 好像上上礼拜吧 自己再看一下好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公式 就是以后如果你遇到大型四串表 记得就是哪一个锁栏 哪一个锁裂 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给你一样